你能想象这场发生的小小朝鲜的农民起义 竟然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在这个惨无人道的时代 离世朝鲜的官兵对着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屠杀 一个小女孩坐在地上 官兵挥刀斩去 由人欺负弱者就有人揭竿而起 全蒙准领导的东穴道回来了 如潮水般的起义军冲向官军 将百姓避入绝境的人该死 随着战斗的持续 越来越多的百姓拿起竹竿加入起义军队伍 安芙士看情况不对仓皇而逃 在半路被起义军的特别小队打伤 随着安芙士的逃跑 起义军很快取得了胜利 听着群众胜利的呼喊 全蒙准知道这只是第一步 夜里 起义军驻扎在附近的山林中 全蒙准邀请去日本留过学的白姓贤加入义军 义贤说道 见过世界的人讲开话 见过不公的人讲自强 两个人都没能说服对方 全蒙准放走了白姨贤 1894年3月 全蒙准与东学道的其他两位街主商量 要布告全朝鲜 东学党将开始武装起包 一路北上 他们要冲进泉州城 冲进汉阳 这场改变整个东亚局势的起义即将打响 看到布告的全罗道 监银长官意识到问题严重 立马给郡县分派任务 让抓壮丁入伍 作为乳生的白夜仙本身不在壮丁的序列 但对白家恨之入伍的黄敬士烧了乳圣名册 让红大将白夜仙加入壮丁名单 白夜仙被征召入伍 此时全蒙中已经带着起义军开始北上的征程 第一站便是白夜仙所在的古腹 古腹军手自知不敌 带着官军和壮丁撤退到白山 要与白山的伏兵一起死守白山军械库 起义军兵不学任的进入古腹 受到百姓的家道欢迎 下一步是进攻全州城 全州城守军有大量火枪 起义军虽然缴获了一些 但缺乏火药 全蒙证派出义军的特别小队 去夺下白山军械库 抢夺火药 小队在暗处 官军在明处 火药库很快乱作一团 小队顺势冲了进去 易贤也在这里 他想为朝廷出力 拿着自己的枪寻找据点 却被其他壮丁趁火打击 易贤两枪将对方干掉 在他再次准备进攻起义军小队时 哥哥白蚁刚突然赶到 抓住他进了树林 他告诉易贤 起义军不杀壮丁 让他快逃 而白蚁刚又回到军械库 救下一个起义军 一个冠军拿着火把冲进库房 要毁掉火药 白蚁刚想阻止 跟着冲了进去 随后他跑出来 大喊快跑 火药库爆炸 白蚁刚昏迷被带到了易贤的驻地 上次白蚁刚赶到寺庙找母亲 母亲告诉他是起义军救的自己 从全盟准让自己一时觉醒 到救母亲 白蚁刚决心要加入起义军 但由于之前作恶太多 他一直被拒绝 这次全盟准终于同意了 在一旁的易贤 看着哥哥找到了归宿 他不能逃 他又跑到了冠军的队伍 起义军越聚越多 在白山 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纪律 宋慈受父亲的指派 混在其中查探起义军的虚实 全落到的军官 加上新招募的包袱上和壮丁 浩浩荡荡的出城 准备以起义军正面对战 在临时的军营中 宋慈将看到的起义军人数装备 告诉了官军 没想到长官哈哈大笑 认为起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 他料给宋慈一块金砖 让准备好酒好菜 过分的轻敌 已经注定官军将迎来失败 全梦中一边在黄土县布置伏兵 一边派人半针包袱上 悄悄混进军营 白天他们进攻了 途经黄土县的官军 使官军死伤大半 然后起义军仰装逃跑 官军以为敌人被打退 再加上自身死伤惨重 于是便回音休养 输于防备 没想到当晚 全梦中已事先进入军营的 义军内外呼应 打了个官军措手不及 这一战持续了一整夜 起义军大获全胜 看着满地的尸首 白蚁刚问道 一直在军营待着的宋慈 在战斗中昏迷 两个起义军看见女人 起了歹心